好,關於錄影,X90 Pro的錄影 我們直接拍一段影片來跟大家講解會比較快 那這一次X90 Pro的錄影格式 可以設定1080p 30fps 60fps 以及4K 那最高支援到8K 30fps 可以這樣子去切換 那如果你用1080p的30fps 以及4K的30fps 那你三顆鏡頭都可以進行切換 那它的數位變焦最高可以到10倍 數位變焦可以到10倍 但是如果你用1080p的60fps 這個時候就會只剩下兩顆鏡頭可以切換 也就是一倍跟兩倍 無論是1080p的60跟4K的60 都是剩下兩顆鏡頭 那另外這一次可以設定 預設拍攝的解析度 也就是說你這一次設定好 下一次再開相機就會保持這個設定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防手震 防手震這一次也分成標準防手震 超級防手震 以及比較屌的這個地平線防手震 那標準防手震的感覺是怎麼樣呢 那我們現在跑起來給大家看 好現在是標準防手震 我跑起來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好接下來是超級防手震 我跑起來 那當我開啟超級防手震 這個時候就會掉用超廣角鏡頭 用雙鏡頭進行數位修正 所以它的防震效果會非常好 但是這個時候它也會自動切換到 1080p的60fps 有沒有 你看它現在切換到1080p 60fps 好再來是地平線防手震 那這個在搭船滑雪 像這種極限運動會用到 那效果大概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現在啟用這個地平線防手震 那我就直接開始進行拍攝 那這個時候無論我的相機怎麼轉 這樣轉 或這樣轉 怎麼晃 它都會幫我保持畫面的水平 我們打開檔案來看一下 有沒有就是這麼穩 非常穩 你看我剛剛相機已經晃成那樣 它還是可以這麼穩 好幾乎就是GoPro的感覺 非常厲害 這個就是地平線防手震 那再來是錄影帶支援AI的環境偵測 當我的環境進入到超低光源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啟用集夜模式 它就會把畫面的感覺整個提亮 但是你又知道 其實這是一個陰暗的環境 可以看到這個操作感 那麼這次的超大底跟雙晶片 對於晶光量提升幫助 確實是很有感 那這一次的超大底跟雙晶片 中文字幕——YK